三连到位,黑板干碎 赢得每个三连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哈喽大家好,今天黑天天爆冷板又来复盘了 高情上来说,LPR在S11强队变得更多了 那么刚一下惊动的IG,这场比赛到底输在哪里呢? 我们思路清晰,先说BP 其实这一场,双方深层次的BP博弈并不算多 李宁这边主要是针对板 之前薰发挥出色的暴女果然被暗掉 至于为什么李宁不考虑蓝色方一抢暴女 其实踏赞的职业生涯里只用过一次暴女,还输了 虽然最近他在含服苦练 但可能还没有强到要一选的地步 IG这一边,同样是针对班居多 在IG的理解里,似乎卡牌、炎雀这类支援型英雄 会让他们的野核加打线战术很难展开 而且之前对阵京东时也是一直搬掉的 同时上一局踏赞发挥出色的潘森也被搬掉了 两局来看,踏赞在李宁的选人优先级很高 这一把李宁一抢奥拉夫 整个战术体系围绕着奥拉夫去展开 那就是前期稳住线权 中期靠强势的团战按死也可的发育机会 最后拿资源取胜 这边看到李宁先选奥拉夫 IG没有急着选男枪 而是先一抢代班拿到发条日女 这两个都是IG比较顺手的英雄 也是上一把李宁发挥出色的点 整体来说,IG这边的思路更多是一抢代班 这一波的博弈点在于 IG认为自己能够处理左翼这个点 相信Rookie的个人实力 没有在第二轮选择针对 对于娜尔,他们似乎也是想好了策略 因为第一轮IG没出AD的缘故 第二轮的AD被搬了个七七八八 身在红色方的IG 在第四手出了卢西安这个上下摇摆位 这一手等于是威慑李宁 让他们纠结上单的选择 一般来说,对抗上单卢西安 要不就选择坦克挨揍 要不就是猴子刀妹 这里有突进的英雄硬刚 这里如果李宁选择前者 那IG就可以开启折磨模式 如果是后者 作用康特位的IG也可以将卢西安摇去下路 反手拿出一个康特英雄来对抗战士 但李宁这边也很清楚ID的想法 应对更是巧妙 他们没有英卫特下的ID从一波选择肉 而是继续让上单选万金游纳尔 首先纳尔对抗卢西安并不是大劣势 其次纳尔也很难被康特 不怕摇摆 最后纳尔也是李宁团战的有力保障 这手选择可谓是一石三鸟 IG看李宁并不上当 比较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手上单VN去压制纳尔 就此双方阵容成型 李宁的阵容突出了一个扎实 前期奥拉夫与左翼的强度 南枪很难去反野拿资源 中期团战牛头和纳尔的存在 能给中下野极大的发挥空间 容错率比较高 而IG这边 三射手组合虽然输出拉满 但容错率就相对比较低了 IG这边的前排只有日女一人 一旦阵亡 暴露在李宁面前的4C 操作空间就会急剧减少 让我们进入比赛 开局依然是双方打野的博弈 大家看过这场比赛都有印象 前期IG被跃塔 节奏乍穿 很不像他们的风格 而薰节奏乍列的关键原因 是他在打完红之后的一波入侵野区 那么薰为什么要去反这波野呢 在导播视角没有放出的片段中 45秒时 奥拉夫是出现在的下半野区 这是一个比较诡异的站位 一般情况下 打野都是在上路河道隔草向往 奥拉夫出现在这里 难免会让IG浮想连篇 我研究了LPL春季赛以来 所有奥拉夫的刷野路线后 我发现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蓝buff开局 六组野怪按顺序全刷的路线 另一种则是F6 石头人红buff 再刷另一半区的路线 简单来说 一种是蓝半区开 80%打野选手都是这一套刷野路线 一种是F6开红半区 少数几位打野用过这一套 比如杰杰和薇薇 这里奥拉夫出现在下路 可能是想给予IG一种错误的引导 让他们误以为奥拉夫是F6开局路线 所以薰才会打完红去入侵蓝 以为他暂时在红区 除了这个原因外 还有一个可能性也比较大 那就是薰值得奥拉夫刷野 要空血 且才到奥拉夫是蛤蟆 加蓝一起开 想在奥拉夫血量少时 连人带蛤蟆一起吃 但这点极度考验蓝墙的入侵时间 因为研究大部分打野发现 奥拉夫打完蛤蟆和蓝 一般都在2分04秒左右 而薰是2分10秒入侵的野区 明显慢了很多 时间上的判断失误太大了 所以有些难以解释 大家觉得是哪一种原因呢 觉得是第一种的扣1 觉得是第二种的扣2 这波反野失误的影响非常大 奥拉夫在3分10秒 刷完全部野怪来到4级 这时候南枪只刷了4组野怪 看看来到3级 虽然IG视野看到了他赞 但完全没办法争夺下路河蟹 南枪这时候的选择是止损 靠着VN的上路线权是上河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他赞3分10秒刷完6组野怪 是我见到过奥拉夫刷野最快的 能赶在河蟹刷新前5秒 升到4级提前去争夺河蟹 这优势已经很大了 像小天悲伤都在3分15秒左右 大家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 看看与职业选手差距在哪 言归正传 他赞预料到南枪不在下路 所以他刷完河线后 直接配合队友约塔 这里李宁的联动做得非常出色 Icon前期兑现Rookie时 Rookie的技能大多用来消耗Icon的血量 但Icon却只有清兵支援这一个念头 Icon很快吃完三瓶药 用血量换来了线权和游走权 Rookie这时候蓝量告庆 但两瓶血药却是完好无损 完全动不了 再加上左一捡到了救赎这个前期神器 在三分五十五秒 李宁完成了一波四包二的月塔 中野更拿到一个人头 Ig中下野都陷入了劣势 另一方面 Ig在李宁下路月塔时 也想在上路拿回一些东西 但纳尔早早就在自己后方的三角草插了眼 这个眼看到了要来月塔的南枪 牛头收集到这个信息后 复活立刻赶往上路保护纳尔 扼杀了Ig扳回一波的机会 南枪月塔失利后 塔赞知道南枪大概率是从石头人起刷第二组野怪 所以他这波抓住Ig下路组 没有双招的空档 再次来到下路 这其实正是前期刷野块的优势 一步快步步快 这里塔赞非常细 牛头在海克斯闪现独条时 其实Ig视野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但Ig下路组并没有后退 反而是想继续推这波线 这是因为Ig三角草有一个保护视野 在Ig眼里他们是安全的 但塔赞也知道这个眼的存在 一直在卡视野位置 直到牛头近身日女 塔赞才从黑暗中走出来 又配合队友拿下了一个人头 这波后 李宁靠着下路献拳优势开打小龙 但Ig也想靠着打团 扳回一些前期的劣势 双方火牙味十足 这波团战中 小炮先是逼开了想抢龙的南枪 但Rookie一个漂亮的大招扭转了战局 小炮和南枪的皇城PK中 熏两次细节进草 卡掉小炮的平A完成击杀 Ig打出了奥汉三 扳回了一些经济差距 但后续 下路一大波兵线进塔 卢西安阵亡的情况下 南枪吃完了这波线 并且将兵线推进了小炮塔内 卢西安在无限可吃的情况下 前往上路配合队友 控下了峡谷先锋 但小炮则是很舒服的 在下路担持兵线加镀层 在小龙团前 小炮的补刀 其实只压制了卢西安一刀 但在重新开始兑线后 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了16刀 随后Ig贯彻帮上的思路 薰抓死纳尔后 将先锋放在了上路 但这也导致Ig下路野区 是完全失守的状态 Wink没办法在塔下捕刀 只能去吃自家的野区 与小炮之间 甚至出现了两级的等级差 但李宁得势不饶人 入侵Ig野区抓人 又是拿到了宝兰的人头 且打出了Wink的闪现 可以说 在前期李宁 是将奥拉夫的优势 扩大到了极致 中 野 下 都是完美发育 但Ig这边资源置换 其实也做得相当不错 虽然牺牲了下路 但上野都吃到了大量肚餐钱 经济差这时候 是没有被拉开的 在Ig的一波失误团战之后 李宁才彻底将经济扩大化 但Ig向来都是有着 奇迹团的传统 比如这波风龙混团 德塞在队友想后撤的情况下 一马当先去向奥纳尔 打了九个人一个措手不及 牛头 小炮和奥拉夫 直指为恩 但没有闪现的左翼 这时候却被卡在了路口 Ig拿下这个大人头后 过来支援的李宁众人 又是被Ig反打一波 这里宝兰的大招精准运到两人 配合Rookie打出了完美combo 小炮虽然有闪现和W 但是都没有释放出来 这波Ig大获全胜 这里为大家科普一个机制 大家都知道小炮的W 是会被控制技能打断 但其实释放得当的话 是可以规避控制的 在小炮释放W时 会有个短暂的独条期 在这个期间被控制的话 小炮的W技能 依然是能完成位移 比如这一波 日女加发条大招针对小炮 小炮先被控制 随后W逃生 导致Ig开团失败 就是使用了这个机制 但如果是在独条后起跳的阶段 小炮被控制后 W技能就会被打断了 比如19分钟这一波 小炮就是提前释放了W 被发条大招拉回击杀 大家也可以练习一下这个技巧 平时排位可能会用到 回答正题 Ig这波后连拿四条风龙 之前雪崩的Wink也手握四件套 眼看就完成翻盘 但在决胜团里 却出现了致命失误 这波Ig靠着 The Shire在小龙坑的一波操作 拿下风龙很厚 Ig提前获得了大龙区的占领权 这里宝兰的防守眼位 放在了李宁的野区 但Ig并没有选择 清理上中的兵线 这导致李宁可以很轻松的 从中路压过来 Ig布置的防守眼位 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剑在弦上 虽然Ig上中兵线不佳 但Ig还是选择了强打大龙 这时候纳尔怒气 维持在了一个很完美的点 而且从Ig视野来看 牛头是一直消失的 注意这里 大龙坑里 突然出现了一个真眼 李宁四人在正面 这个眼是谁插的不言而喻 但Ig并没有通过这个点 意识到牛头的绕后 还要在正面打团 这里宝兰之前留下的眼位 其实是发挥了作用的 完全看到了左翼的动作 但在40分钟的大乱斗后 Wink这时候 没能集中精力到最后 被视野中的左翼一Q秒杀 牛头绕后也赶到战场 在卢西安先倒的情况下 Ig团战溃败 输掉了这场比赛 整体来说 Ig这套阵容的选择 就非常走钢丝 而李宁则是抓住前期 熏的一个小失误 将优势无限扩大 虽然中期Ig有一波完美团战 但在关键的大龙团力 还是没能戏到最后 这场复盘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更多的比赛复盘的小伙伴 可以点个关注 点赞过两万继续加更 我们下一期再见